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孙维新先生 在我们的线上 维新兄 大春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有过三个没来得及说的话题 我都觉得非常有趣 特别是第三个 也就是地球可能可以在几万年之内调节自身的温度 那我们先把这三个是上一次遗珠之害来补足 第一个话题是潜水员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底拍片 发现了挑战者号太空梭的残骸 哈喽 就是这个问题 对这个新闻看了也是让人感慨 同时也觉得很特别 因为挑战者号是1986年1月28号升空的时候爆炸 那这些碎片就散落在佛罗里达州的外海 但是1945年12月的时候 有一次美国海军机队五架遗雷轰炸机出去演习练习投弹 结果就消失了 这个地方就是百慕达三角 那结果的那一天 同样那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 那五架飞机没有办法回来 一直迷向找不到方向了 然后美国海军赶快派出去两架水上大飞机 水上大飞机叫PBM的大飞机去 结果第二架也消失了 所以这个1945年12月份这件事情 一直是相信百慕达三角有神奇魔力的人 用来讨论的一个很主要的基础 五架遗雷轰炸机就这么不见了 然后第二架搜救的大飞机也不见了 那结果这个就是在 这次为什么会有佛罗里达州海底拍片 他其实就是去拍这个百慕达三角的纪录片 去拍这个当年1945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有一些人就到水底下去搜寻 没有想到却搜到了1986年 1月份挑战者号爆炸 掉在海里面的部分的残骸 所以看了其实也是蛮感慨 蛮难过的就是了 别说这个百慕达三角这几个字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经由丹尼肯在读者文哉上面发表 结果就形成了一连串 长达十多年的 至少十多年的 大家也可以说是公共的关怀 对于上帝是外太空人 或者是地球内部 是不是存在的一个亚特兰提斯 这个就有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想象 而且还非常 就是非常广泛的带领了 我们的通识科学 这很有趣 对不过大成熊 我觉得我自己是看完了百慕达三角 这件事1945年12月5号的 这次事件 他所有的通话记录 那五架雨雷轰炸机的领导者 是一个叫泰勒 Taylor中尉的人 他跟地面的联系 那个话通话都存在的 旁边他的机队的人员 已经知道飞的方向错了 但是他的判断是很离谱的判断 所以他一直朝着大海飞去 最后就应该是有量不足 因为他回来调途往西边 你知道他其实再飞个十几二十分钟 就会看到佛罗里亚州的海边 会回到他的基地去 结果他往西边飞 飞得接近的时候 他觉得飞太久了 一定方向错了 因为他的雷达雷盘都坏 他的锣盘都坏了 所以他就决定掉头再往东飞 其他的五架四架人也不敢说话 就跟着飞出去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去follow 他所有的那些通讯的对话的话 就会知道 他应该不是什么神奇的外星人事件 是的 不过影响很深远 对 你说第三类接触里面定 就是把这五个人五架飞机重新又出现了 对 就是他成为公共社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虽然那是悲剧 但是大家开启了对外太空人 或者是外太空活动的无穷想象 另外 我们接下来 我们好像上个礼拜 还有一个太阳系探测任务的通讯支柱 NASA的Deep Space Network 是吧 深空网 对 这个DSN很有名 你记得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 70年代不是有海海家一号二号出去吗 对 就在那个年代 因为他飞得很远 所以他的无线电讯号非常微弱 那你地面上就得要做特别大的大耳朵 那所以他们做了三个地方 因为地球会转嘛 那你要保证是说 你在太空船飞行的方向 随时随地要有一个天线能够对着它 当时就把它切成120度的三圈嘛 360度切了三片以后120度 所以在加州洛杉矶东北方的 那个Mojave Desert里面 沙漠里面呢 有一个金氏Goldstone Goldstone的天线在那边 另外一个是在马德里 在欧洲的南端 西班牙 第三个就是在澳洲的坎培拉 那现在南非正把自己的资源也溢注了 也配合美国的 在南非该第四个 因为显然Artemis以后 这些都会需要 这个新闻有个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愿意点开的话 它上面附单了一个连结 就是DSN Now 现在的三个天线吧 三组天线 它不是每个地方 不是只有一个 它有好几个 昨天晚上我就很好奇的 点进去看一下以后 发觉 我可以认得所有它天线 在追踪的每一个任务 包含那个什么 Osiris Rex 那个去小行星 要回来的那个 包含Lucy 另外去小行星的 包含SOHO 观测太阳的 每一个天线呢 你只要点开那个DSN Now 现在它在接收谁的讯息 一清二楚 DSN就是Deep Space Network 这个DSN再加上一个Now 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网站 对对对对 不过大春兄 可能我们也说一下 以前我们就把地球周遭 大概800到2000公里左右 叫做近太空 我们near space 低轨道嘛 超过2000以上的话 就说好远好远了 现在呢 大概是要把它到地月的范围之外 就叫Deep Space了 是 也深太空的定义 就是超过月球范围以外 是 确保这个深空网路 符合使用的需求 现在还在进行 一系列的升级跟增加容量 大概也就是刚才您说的 在澳洲是吧 坎培拉 还有 在南非 在南非另外 对 对 他我觉得他很辛苦 大家就昨晚我看了以后 每一个站追踪了 有些是负责接收那个JWST的 就是那个韦伯太空望远镜的 那有些是Artemis 就是阿里米斯的 那有一些九月份的时候 全部都绑定了 只能接收那个小行星撞击实验 因为他那个时间是非常time critical 你不能够挪到别的地方去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个也是任务繁重 因为以后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就在南非 他是不是听过我们的节目 我相信他是听了我们的节目 才开始扩大这些 把我们节目里面说过的任务 都重新交代一下 是吧 对 大正兄 我没想到你对世界太空发展的影响力 这么大 还有更厉害的 研究发现地球 这也是我们上两个礼拜遗留下来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又引发了我们今天 可能进一步对于地球内部火山爆发活动 或者是长期以来的火山爆发活动 一个新的好奇一个角度 研究发现地球可以在几万年之内 调节它自身的温度 这么想起来 好像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因为地球不是说暖化吗 它反正会自我调节 可是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 来调节火原原来的市居的情况 表示可能会来不及 我们来先谈谈 怎么样 是什么作用来使得地球 可以调节自身的温度 大正兄 您知道您刚讲那个问题 针针关节在哪里吗 关键 关键就在人的寿命太短了 如果咱们每个人可以活几万年的话 这个几十万年 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对 地质学家说了 地球表面 因为我们到处都是细酸岩 细酸岩就是知道 泥土石块就是细酸 不是只有新竹才有细 我们每个地方都有细 都有细 细酸岩其实不是地球表面最多 大正兄 我倒觉得我们这可以考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地球整个结构里面 最丰富的元素是什么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其实是氧 是氧 氧气的氧 氧占地球的46% 氏占地球的28% 氏洋铝铁钙 这五个这样背 氏洋铝铁钙 大家能背一下 氏洋铝铁钙 这就是五个在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 如果大家还要再往下念的话 纳梅甲太清 我们以为宇宙里最丰富的 氢在地球上是排第十的 纳梅甲太清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前面 氏洋铝铁钙 氧是第一个 氏是排第二 所以到处都是氏 但是这个氏酸岩就是 泥土是块分化的作用 会把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 带到海洋沉积物 跟带到地球的岩石里面去 所以这个氏酸岩的分化作用 就能够调节地球的碳循环 那你就是地球再热 它给的足够时间长的话 碳都会被吸收到地跟海里面去 是岩石跟海里去 所以可以调节温度的 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 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 吸收到海洋里面去是吗 对对对 它就进到海洋了 它有不同的形式 这些细酸分化以后 会把二氧化碳包含在里面 带到海洋 跟储存在岩石里面 这个是从过去 六千多万年以前 也就是恐龙灭绝 那个年代过来 看整个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 你会发现气温高了以后 它自然会回来 所以这句话其实 这个结论刚好符合川普的理想 他说地球 自我修复 所以群球暖化根本就是胡扯 但是大政兄就像你说的 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调得回来 我们现在自作孽的话 可能几百年之内就会出大问题了 是 不过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们 还是非常鼓励大家 说一方面这是好事 这个全球暖化最终 还是会透过这种稳定的反馈 被抵消掉 只是我们不见得 这一代人来不及 而且我们糟蹋地球的速度 长期乐观 对 可以长期保持乐观吧 好 接下来我们跟这个有关的 也就是跟细酸岩分化作用的地质循环 有关的 大规模而又长期的火山爆发活动 使得金星从天堂变成地狱 也就是说 它是一去不回的一种地质活动 对 金星表面 它是高温高压 我们常说 太阳系的行星里面 跟地球质量体积大小 最接近的不是火星 是金星 几乎是百分之几相同的 质量跟体积 但是金星表面的大气压 是92个地球大气压 将近100个 然后它的温度是摄氏的460度左右 是 为什么跟地球一模一样的一个行星 竟然会发展出这么不一样的一个 环境来 你说它比较接近太阳 也接近不了多少 地球是1的话 它就是0.7 它只不过接近了30% 但是很重要是金星大气层里面 充满了95%二氧化碳 非常浓的二氧化碳 大家认为 就是因为金星长期 在过去几十亿年里面 常常几万年几十万年 有连续性的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 喷出来两个最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水 一个是二氧化碳 那水很容易就在高温就消失了 二氧化碳就停留在它的大气层里面 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 地球本身能够把二氧化碳带走 带到岩石跟海洋里面 金星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金星跟地球本身条件如此相像 但它竟然变成了一个 弹钉笔下的炼狱 火热的炼狱 主要就是长期连续没有停过的 几十万年以上 甚至上百万年的火山活动 对 不过大政兄 以前我们地球上面 你要说经历过也经历过 五次大灭绝里面 第一次在澳陶纪 那个海藻原 你不知道 那第二次是在泥盆纪 有人说是火山爆发 第三次是蛮肯定的 两亿五千万年以前 就是古生代到中生代 那个差别 从二叠纪到三叠纪的 那一次大灭绝特别严重 五次里面最严重的 就是那一次 两亿五千万年以前那一次 据说是西伯利亚的大量的火山爆发 那第四个灭绝呢 就还好 是三叠纪到侏罗纪 侏罗纪开始以后 恐龙就大量出现了 然后第五次灭绝 就是我们讲白厄纪 然后一个陨石打下来就没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无论是火山爆发也好 是陨石撞击也好 它最终的结果 都是造成了气候变化 地球人现在自己在搞气候变化 换言之 这个在几百万年之内 不管是在地寒里面 或者在大气层交换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的温室气体 是因为这个 刚才我们提到的风化作用 才使得地球逃过了温室化的命运 嗯 就是这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现在只是当侦探小说来看 大家认为是在过去几十亿年里面 地球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自我修复的能力 但金星呢可能是因为量太大 它的二氧化碳没有办法带进来 所以产生了一个run away 控制不了的失控的温室效应 所以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大周兄我觉得好处是 后来往后这些美国跟欧洲都会发射几个 一个叫Varitas 一个叫Da Vinci 一个叫Envision 都是金星的探测器 那这些探测器去金星旁边仔细研究 就不会把金星只留给俄国人了 国星是美国人的 金星是俄国人的 现在都去研究金星 就可以知道地球会不会有相同的危险了 也就是说 它其实也有让地球找到一个 不至于像金星那样一去不回的 不可逆的灾难 是吧 大周兄不过我再讲一句话 咱们也不能那样的乐观 因为到底人自己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速度 是不是超过地球自我能够调节的速度 你知道前几年我演讲的时候 讲到全球暖化说 地球在到290ppm的时候 就会拉回来了 过去所有290ppm二氧化碳最高就拉回来了 现在是多少 我那时候说的380了 现在是380 大周兄不是 我演讲说那时候是380 你知道现在是多少 414 现在是414 根本回不来 所以地球人创造了二氧化碳速度 是不是超过了地球自身修补的能力 这是一个大问题 是 另外夏威夷 既然提到了火山爆发 夏威夷也发生了火山爆发 而天文台和研究单位正好在水岸第一排 观景第一线 大周兄讲话怎么那么损 不损 水岸第一排 火山第一排 对对对 可是您知道这个火山是哪 我们不是说夏威夷大岛上有全世界最好的天文台吗 对 那那个天文台是在夏威夷大岛 它北端有一个火山 是死火山叫蒙娜 Keya 南端叫蒙娜 罗瓦 蒙娜就是山的意思 所以我把它翻成凯亚山跟罗亚山 罗亚山 北边的山 蒙娜 是我们科普学游带了一大堆老师学生上去看的 漂亮的不得了的天文圣地 我1986年第一次去那边 跟着老师去那边做研究生观测 你知道大师兄啊 头一天上去还好 第二天高山正发作 半夜12点多我不舒服 我自己开车 我们每人有一辆车嘛 开车要回到山腰的宿舍去休息一下 您知道塞翁施马胭脂飞幅啊 开下来的过程中 我就看到远远的南方地平线上火红一片 蒙娜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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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了 1986年12月对圣诞节的时候爆发了 所以现在它又爆发 那是一个火火山蒙娜罗 但您知道刚刚讲到了全球的温室气体 什么290380414 第一个测量这个温室气体变化是谁 就是蒙娜罗罗上面的美国大气的测战 NOAA的测战 我们当时带着科普学友上去看 还专门到了那个蒙娜罗罗上面去 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历史性的 让人类知道全球暖化出现的这个测战 另外一个呢蒙娜罗罗上面还有一个美国的模拟火星基地 因为有个两层楼的楼房 可以让六个人住在里面 几个月 不能出来体验火星 因为火山表面就像火星了 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 那个小小的可以住六个人的客栈 对对对对 现在那个蒙娜罗罗的熔岩流下 因为很糟糕是往北流的 刚好把那条路上去的那个叫天文台路 往北边上去叫马鞍路 叫Sedra Road 马鞍路 往南来叫Observatory Road 观测站天文台路 那个熔岩已经流过观测站的那个路了 所以已经上不去了 有人困在某地吗 没有 那个地方困不了的 因为它的直升机很方便 所以困不了的 是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 蒙娜罗罗现在在网络上 都已经当地有那个直升机公司 叫做天堂 夏威夷不是天堂吗 AirDice Helicopter 天堂直升机公司 拍的那一系列的影片 看了还真的很壮观 也很吓人的 所以我们只要打蒙娜罗罗 就可以找到 是吧 M-A-U-N-A-L-O-A 尊维心谈天单元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集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 孙维心先生在我们的线上 和英雄 大真兄 我们刚才讲到火山 火山爆发 造成了后来的火成岩 好像您有很多探勘的经验 是吧 对 大真兄 我想我们先再回头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一两个知识点很特别的 我们刚刚不是讲夏威夷山顶上的 这一个岩浆往下流吗 对 但是可能有人好奇了 M-A-L-O-A跟M-A-K-E-A 在夏威夷这个大岛上 大岛就是个岛也大不了太多 那对天文台北边的M-A-K-E-A 有没有影响 这两个天文台的距离 其实不到60公里 但是M-A-L-O-A 它的爆发是很温和 它的岩浆在表面 往上喷的也不过喷上 大概是几十米的高度 一两百英尺 两三百英尺的高度 然后往下流下来的岩浆 只不过流到路上去看了很难过 而且它会有一个毛病 大神兄 它那个风会把岩浆吹成细丝 你知道吗 岩浆出来它会形成一个玻璃 因为高温融化的细 那个玻璃其实是高温融化细以后拉长的 就是没有晶体形状以后拉长的 就像我们就知道陨石撞击 会产生很多陨石的冲击玻璃 这种玻璃拉长 又被强风拉成细丝的时候 像什么 像头发 所以他们说火山上面会有一种火山女神 火山女神叫做Madame Pellet Pellet夫人是掌管火山的那个火山女神 而这些细丝就是火山女神的头发 叫Pellet's hair 所以这很有意思 火山玻璃 火山灰跟火山灰吹到下风还是有影响的 不过目前夏威夷这个火山 对周遭山下的社区影响到不大 不像1986年那次熔岩毁掉了25栋房子 但是大师兄 这是夏威夷 离我们比较近的印尼最近就在爆发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看一下印尼在东爪哇的苏梅鲁火山 那个爆发是冲上了15公里的高空 不得了 所以周遭有 对几万几十万人都赶快再撤 印尼那个火山爆发起来 远比夏威夷来的要激烈的多 所以这是我们都要注意的 高度是一万五千公尺 喷到 对对对 就是15公里了 太恐怖了 OK 但是我们下一个这个话题 是在火星 伊利浩分析火星撞击坑的火成岩 也可能会发现新的有机化合物 对 伊利浩这个 它当时是降落在那个Jesero陨石坑 杰泽罗陨石坑 目的只是想知道 因为陨石坑 它就很容易把水跟把岩浆带到那边去 都想找到这些比较有沉积物的地方 那现在你看到的 它在里面看到的就是火成岩了 火成岩 那本来想是找沉积岩 沉积岩跟水有关系 但现在看到的是火成岩 就是火山活动所造成的玄武岩 但是后来发现玄武岩还是有跟水 有过交互作用影响的 这样子的那个证据 所以它还是可以找到 当时火星在早年 二三十一年以前 有水存在的证据 而且它也在这边发现了一些有机化合物 不过有机化合物 以前在别的那个火星探测的任务里头也发现了 那这次呢 它是发现了水跟岩石 相互作用产生的更多的有机化合物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得等火星样本回到地球 才能够更进步知道火星早期是不是的确适合生命存在 大真兄啊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 我们早点把人送过去 在那边建立一个火星实验室 把好的仪器带过去 在那就可以做分析了 待会你会看到几个新闻 好些国家都要去月球去火星了 连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都是 是 我看到那个韩国已经设定了日程了 但是我们先看看另外一个天文迷可能有兴趣的 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 睽違两年的火星冲 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每两年大概就要介绍一次 今年呢是在12月8号登场 火星冲 对今天是6号 明天后天 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 大家台北天文馆也是非常热情的会提供直播 那火星冲冲的意思就是说 半夜12点过中天 所以无论是什么行星冲 只要你看得到或者望远镜看得到 就是最好的观测条件 所以火星冲 而且不但是整晚上可以看得到 而且它是最近最亮最大的 它就是太阳 太阳火星跟地球在一条线上 对地球在中间 太阳然后是地球 然后是火星在一条线上 是 对过去大真雄啊 火星大家都认为 无论东西方都认为是个不吉利的天体 那所以以前最早的时候 当那个火星出现了巨大的火星的时候 那景德镇不是烧窑吗 在一千年以前了 那边烧窑烧出很多漂亮的瓷器来 结果发生窑变 那一炉窑发生窑变 其实出来都是很珍贵 颜色全部变血红的 拿出来以后 那些烧窑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抬头一看火星冲 赶快把这些窑 这些出来的真品全部都打碎了 因为是不吉利的 对啊 好可惜啊 要不然的话摆在那个故宫 也可以好好保存 即使那还是砸了 那还是砸了 你现在放了故宫还是砸了 对不是砸了 就是退给人家了 不过这里头有科学的证据 说火星冲这一天 坐着摇就会有摇变 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摇变是它里面温度控制出了问题 所以正好在那一天出了问题 是吧 对对对对 一定是受火星的影响 一定受火星影响 这个要问国师才知道 要去问国师的 所以 现在我就知道故宫那几个碗 那是火星冲 还是什么星冲的时候 可以冲的 这个解释 我相信当局的可能会蛮愿意接受的 来 另外发射十天之后 猎户座 猎户座号 成功进入月球轨道 这是美国NASA的另外一个太空商 来说一下 对对对 大尊兄 这里面的新闻真的非常丰富 一个是好消息 那其他几个是办好不坏的消息 好消息呢 就是那次在发射台上 纠结了半天 最后终于发射 临时修修修修修修 发射以后 现在猎户座 好这个小小的太空船 还真正成功进入了绕月轨道 是 11月25号 16号发射 十天之内的就进到了绕月轨道 其实大尊兄他可以更快的 只不过他选择的轨道不一样 因为他主要是要在月球旁边 绕一个非常巨大的椭圆轨道 接近长方形的轨道 那个轨道很特别 我待会有机会来讲 那就是未来想要在月球旁边 做太空站的轨道 所以这个Artemis 1 我们都以为 跑着月球旁边绕月球 圆圈绕一下 不是 这个Artemis 1的轨道非常特别 它会绕的 它形成一个 最接近月球表面是130公里 大尊兄130公里 简直贴的表面擦过去了 最远那一点是6万公里 6万公里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团圆形 对对对 他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轨道 就是未来的太空站 要在月球旁边 能够长期存在的话 第一个未来太空站 太空港 是人要在那边接驳 然后下去月球表面的 所以你不能离太远 所以才会有这130公里的近距离 那个时候就可以下去了 但是你如果要维持 那么低轨道 绕地月球转的话 那个燃料跟能量的消耗 是不得了的 要维持那么固定的速度的话 所以它其他时间 就把它拉到外面来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如果维持130公里的话 绕一圈两个小时 如果你维持6万公里 一个大云圈 绕一圈要两个月 那现在它改成这个细长的话 绕一圈两个礼拜 所以你每两个礼拜 每两个礼拜会有一段时间 几天是可以下月亮去的 但其他时间呢 就在低消耗燃料的情况底下 一个月亮远远的 还可以做什么 飘飘的 对天文啊 太空啊 地球环境 不是休息啊 他是研究地球环境的 然后还要看太空辐射 对人啊 对机器的影响 所以他选择这个新的轨道 真的是很特别 我觉得这是美国人在科学上 这一点又非常有创意的 是 这是发射10天之后 猎虎座号成功进入月球 轨道的消息 另外 这个完成这一次飞跃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 必须理解的内容呢 对就是大尊兄 你记不记得上次好像 他们还带了一个什么 Snoopy上去是不是 对是一个Charlie Brown漫画 对 填充玩具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 把那个对Artemis的 网络上的动画叫出来 看实际的影片看出来 因为上面有三个假人 那三个假人绑在椅子上 是不能飘起来的 但你会看得到 那个影片你会看到Snoopy 在里面飘来飘去啊 那个影片蛮好笑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这一次除了说去测试 那个轨道的可行性之外 好多网络上会喜欢的 就从那个角落去拍 月球地球跟猎户座三者 合拍的合照 很漂亮 好像也捕捉到了 月球背面非常清晰的图像 对对对对 他绕过月球去 那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大尊兄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如果真的有兴趣 你上网一看 你会发现有好些照片呢 是猎户座就在旁边 然后月球跟地球在远方 这三个好像站在百姿势 你为什么会有一个相机在旁边 能够拍个摄影师在旁边 那显然又是阿波罗任务造假了 不是 他有一个旁边 有个立方卫星在伴飞 伴飞的 陪着他飞 对对对 他总共带了 对带了十个小卫星上去 那这其实也就是在 我们跟猎户座 猎户座做这个新闻在一块的 这十个小卫星上去 有六个成功 四个失败了 六个成功 就是都可以有摄影功能吗 有一些有 有一些倒没有 那这六个丢出去以后 有些是在月球旁边 有些是要绕太阳转 有些是要跑到小行星去 日本有两个 一个要登月 这个失败了 因为一丢出去就没有消息了 那个名字取得蛮好的 那个名字叫 Omodin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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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的真心款待的意思 就是不是虚情假意的招呼 你是真心款待 你款待叫做Omodinashi 那他那个 这个月球着陆器呢 也是一个小小 就是六U 您记得以前我们讲U吗 一个U就是十公分健康的 它是六U的一个小 小的一个太空船 是希望 练护座能够把它扔下去以后 它着陆在月球表面 如果成功 那它就会是第四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是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单元 方才 维新兄跟我们谈到了 这个Omodinashi 是不是 哈喽 对 这个 Omodin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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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款待的意思 这个日本的太空船 我们还提到了 有六颗发射任务成功 而且送回了讯号 好像是中间还跟什么东西发芽有关 是不是 对送上去酵母 NASA有做了好几个 NASA基本都成功了 NASA有一个是把酵母菌摆在里面 然后希望看长期太空辐射 对于酵母菌的DNA是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也是一个生理学的实验 那另外还有一个Argo 欧洲的Argo 就是刚刚讲在它旁边 猎户座旁边半飞的 对Argo Moon来拍摄的 那日本送上去两个 大春春我真觉得日本人还是野心勃勃的 当然一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失败的 那个真心款待就没有 就真心幻觉情就没有了 但是呢 另外一个卫星 是它要绕的那个月球绕过去以后 看月球背面的 所以它拍的月球背面传回来 还不错 但更重要的是它要跑去哪里 它要去地月系统的L2拉格朗日点 大春春您知道这是跟谁要叫板吗 这个是跟中国吧 对对对 跟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不是第一个首创 把雀桥卫星摆在那边 然后把长河四号摆到月球背面去吗 那现在美国跟日本就发现了 地月系统的L2月球背面那个点 是一个战略制高点 所以现在日本的这个小马座 小马座这个小立方卫星 也是个6U 它就是6U 刚刚我们说台湾发射的 飞鼠跟玉山都是3U 那这个小马座是6U 也会射到那边去 如果它能成功的话 那以后日本跟美国 都能够把太空船摆到L2去 对月球背面做监控了 它摆到那里 到底它是有什么任务 扫描地球的什么东西呢 说是说扫描地球 其实我觉得是监测月球背面 试看 长俄4号会不会在玉州背面 监督中国的行动 对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有时间 会讲到长俄6号7号8号 那个跟韩国日本美国 摆在一起讲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大春兄啊 我真的很羡慕 我们的年轻下一代 因为他们会看到 非常多精彩的东西出现 待会再说 反正只要不是太空大战就行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是 NASA的首位女发射总监上工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以前在美国阿波罗任务的时候 您记不记得不是有个电影吗 那几个黑人女性都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尊重吗 但他们还是跟那些太空发射任务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实际上这一次在发射Artemis 1 整个过程里面 Artemis计划都跟女性有关系 就是本身的命名是月亮女神 阿波罗的孪生姐姐 负责发射总监 就是最后一个感说 最后一个开口说 Go for lunch的那个人是一个女性 那真正然后Artemis第三个 要到上面去落在表面上的 那也会是有女性跟有色人种 落在月球表面 两个人上去会有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发射总监 她的名字听起来很像男性 Charlie 然后Blackwell Thompson 听起来就像个男性 说不定名字弄成男性 别人就把他生上去了 但是当年阿波罗任务的时候 450个工程师 60年代的时候 只有一个是女的 是 只有一个是女的 对 这个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 现在大概到20%到30% 参加NASA的太空任务呢 是女性的 所以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首位女发射总监 另外 欧洲太空总署也公布了 新的太空人名单 还包括了一位身上的太空人 好像他的右腿是被截肢了 是吧 对 11个太空人 欧洲也现在开始大量的培训太空人 公布了11个 然后里面有5个职业太空人 另外有一些是要上去做一些任务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摩托车车祸 出车祸以后摩托车导致右腿截肢的 19岁的 他19岁的时候出车祸了 但他后来我相信一定装了一支 因为他是帕运的短跑选手 能够参加帕运残障运动会的短跑选手 英国人 是 所以他这也应该是被被视为是一个样板来做重点培训 才能够变成太空人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个你说奥林匹克他其实改成帕鱼就前面加了para para就是残障的嘛 那现在他把astronaut太空人这个astronaut前面加一个parastronaut 所以他就变身障太空人 看到欧洲太空的时候我觉得这点很令人敬佩 他招募的时候就讲的是说我们可以接受身障的太空人 是 这个是总之就等于把它当做一个model来塑造 对 而且大正兄 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是说 身障是在地球环境上有重力条件底下身障 你到太空里面去飘在那个地方 你手跟脚跟地球都不一样 有什么差别的 没有差别 大家都飘着嘛 对对对 是 另外啊 就刚才你提到说我们如果有时间会提到南韩中国和日本 有一组新闻是跟他们的这个太空发展是有关的 南韩预计2032年要登陆月球 而且还要开采资源 2045年要自立登陆火星 不得了 好厉害 大人说你觉得这个南韩的总统有没有问题呢 你如果今天你是1945年把德国人全部都抓来美国人开始发展火箭科技 1945年一到1969年那将近是25年登陆月球的 那南韩总统引学说10年以后他就要登月 他现在连月球卫星都没有 而2045年再过这样20年左右要去登陆人类登陆火星的 不知道 韩国最近这个总统好像讲了一些比较吹得太离谱的事 当年甘乃迪也是10年以后要上月球 他也不是上 可是你想甘乃迪那个时候是1961年跟62年分别对国会跟对德州莱斯大学的演讲 而那个时候已经是1945年 他们把德国火箭科学家全部抓来以后 15年之后了 他已经花了15年去建立他的太空科技发展的基础 所以他才能说10年之后我们能干嘛 南韩也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就那四个字后发优势吧 是吧 大概是 总之他未来宇宙经济发展蓝图 你刚刚说用了吹这个字来形容 我要仔细看一看 对对对 他到底我们可以10年以后观察一下 对对对 不过下个新闻我觉得比较实际的 中国这个深空探索计划 六年之内建立核动力的月球基地 对对对 就是嫦娥五号我们上次说成功的把的1.7公斤的月球岩石带回来了 嫦娥六号不久之后发射也是会去月球采样本带回来的 但是七号八号呢 分别在2026跟2028发射 就是要开始在月球表面架设月球常驻基地了 因为大陆上的大三步你记得就是碳登柱嘛 第一个碳月第二个登月第三个常驻碳登柱 所以他真的朝那个方向发展 然后中国大陆在2030年要人送到月球上去登月了 然后再往后可能10年之内就要常驻在月球上面 所以但是中国大陆说月球这个战要跟其他国际伙伴合作 跟哪些合作呢 金砖五国金砖四国金砖五国合作 就是巴西俄罗斯这些是吧 印度 对对对 印度南非啊 说明连伊朗在里面 所以这跟西方世界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了 以后月球上面还真的会有月球大战 不知道 另外日本呢 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不到 日本就想要在月球背面比较科学了 摆上电波望远镜 无线电波的望远镜 2028你希望摆那个地方 因为他想侦测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所产生的那样子的无线 非常非常低频的无线电波 在地球表面因为有电离层的关系 侦测不到 所以他希望能够捉到宇宙诞生初期的那个电波 那他就能够解释宇宙的起源了 所以他科学上是非常有野心的 我希望日本这个能够成功到月球背面 因为没有地球的无线电波污染了 另外半分钟的时间 能不能介绍神舟14号带回来的科学实验样品 神舟14号很重要的是水道跟泥南界 在太空里面发芽成长结石的都带回来了 如果水道真的能够太空增产的话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就超过了以前袁隆平当初非常贡献伟大的 解决了很多第三世界饥荒问题的水道翻两倍的这个问题了 如果太空真的能够成功的话 耕道的地 就是土地 无限广袤 对对对 大学兄您说的真好 以后太空就变成垂直农场了 不幸运